这超商从今天开始呢 全台的门市会陆续停止提供这咖啡 鲜食的一次性免费提网 目的呢是要来鼓励民众自备环保贷 好如果你忘记带了购物贷出门 结账时候要加购提网的话 就要再多掏两块钱 其他超商呢像是全家莱尔夫 或者是OK超商 在微波鲜食的部分 目前都还是会是消费者的需求 来提供免费提网 刚微波好的热腾腾便当 放进洞洞提网 是许多外食族的日常 但随着环保意识抬头 Seven从12号开始 全面取消一次性提网 可能有一点麻烦 因为有时候微波玩 那个有点太烫了 可能就很难拿走 如果没有提蛋拿的话 会感觉比较容易胖手 或者是对会感觉不太方便 来到超商很多人买微波食品 都会使用这样子免费的蓝色提网 不过从12号开始 这个蓝色提网就会走入历史 取得代制的是要用2块钱 加购这个环保提带 民众叫苦连天 买个热食还得多花2块钱 加购环保提带 不过也有人认为 重复利用还OK 倡导绿色消费 不止Seven停止供应 咖啡与便当的提网 全家更是早在5年前 就取消咖啡提网 而微波食品的提网 仍会是顾客需要提供 至于莱尔富与OKmart 在微波鲜石部分 则都还是有提供免费提网 但正积极推广只带服务 其实每用一次 然后回去就扔了 其实我觉得也蛮浪费的 然后其实也不环保 应该还不错吧 可能他是想要环保之类的 虽然其他超商尚未跟进 但各家业者自行减速 以后买东西还是随身携带 环保贷比较保险 记者江澄俊 张澄岩台北采访报道